今天要特別注意 為什麼 借殼蟲跟蚂蚁之間的關聯性是什麼 我們再追加一點 有沒有人知道 好請說 互利共生 對沒有錯 互利共生 來我半小龍子給你 對齁 為什麼是互利共生 因為其實呢 借殼蟲啊 是螞蟻的牛奶製造工廠 因為借殼蟲本身 有沒有人摸過借殼蟲 借殼蟲摸起來 太太黏黏 它其實會分別一種肢意 螞蟻會去收集這些肢意 回他們草裡面 當作他們的食物 他們很愛收集 所以呢 螞蟻會做什麼事 明明我的多肉 跟我的整個兩制環境 都沒有借殼蟲對不對 然後但是 居家有螞蟻 螞蟻會把別家的借殼蟲 搬到你家的植物來養 因為都要看來講 借殼蟲就是它的牛奶工廠 所以家裡一旦出現借殼蟲 很重要的一點 先殺螞蟻 把螞蟻殺掉 借殼蟲抓完之後 一定要把螞蟻剪掉 不然那個借殼蟲 就算已經殺光 抓光 甚至殺蟲過 螞蟻還在 之後借殼蟲 還是會爆發 所以 青借殼蟲 跟青螞蟻 這個動作要同時做 那我剛剛提到 真的發生 借殼蟲的問題 比較乾淨俐落 渡絕單一 植株在發生的方式 最乾淨的做法 這樣做是有點極端 但是很難解 第一個呢 就是土 土根根 請你放棄 不要 因為呢 借殼蟲呢 通常你發現的時候 是已經來不及了 因為你上面看到借殼蟲 其實底下已經有 母的借殼蟲 一直拼命的伸 一直往上爬 他們為了尋找植物 所以你會開始看到 借殼蟲在蜘蛛上 但是 你的土裡找到借殼蟲 甚至 借殼蟲的軟 都在土裡面 為什麼說 看到借殼蟲 土跟根都放棄不一樣 因為 就算你用泡借殼蟲的藥 對不對 你把連同盆帶土 把它泡在裡面 不好意思 不是百分之百 可以把這件殺光光 因為 借殼蟲的藥 不殺借殼蟲 軟 再來就是說 大家都知道 你只要有土 有戒指 把它泡在水裡的時候 會產生 水裡會產生什麼 氣泡 有些借殼蟲 就是躲在氣泡裡面 它根本就沒被延遲 甚至它也不怕那個藥 如果說你底力調不對的話 所以 直接砍通 如果說 一個植株這樣 對不對 這是它的底座 直接從底座這邊 一刀給它下去 卸下去 就留植株的上部就好 那你會留下一個傷口 對不對 一樣 殺菌劑噴一噴 丟著 大概三個小時至四小時就會乾 有人說要放三天 不用 不用 因為其實呢 它的傷口浴衡不要濕就可以 然後呢 就是 藥殼蟲的藥啊 因為經濟裡面有很多很小 小的藥殼蟲也看不到 直接泡藥泡一小時 泡一小時之後呢 拿起來 釀幹 重新發根 像蜘蛛啊 幾乎不大會再發生 藥殼蟲的一個狀態 那 我一直以來都是這樣說 我的原子啊 從來沒有爆發過藥殼蟲 從來沒有發生過 因為 因為我一看到 一定這樣殺 而且我會定期的 可能殺 藥殼蟲的藥 但是一旦發生 一定要這樣做 不然那個齁 一旦發生 真的爆發起 就算整個噴藥也忘記很乾淨 所以啊 為什麼大家常常去 以前一開始在買市場肉 3.5% 有沒有發現 藥殼蟲的機率 稍微會高一些些 比較常發生 因為他們有些是比較老的 雖然有噴藥 但是藥殼蟲 在那個原子的時候 還清了很乾淨 所以 有時候如果是買弄蟲 就3.1% 買弄蟲長出來 然後稍微檢查一下 我不能說他一定會有 但是就是 要檢查 要檢查看有沒有 因為一旦 可能有些鵝蟲 很容易就一直有去 而已 尤其是你家裡有 很難的食物 好